写出来的程式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 因为也许你有更精简的方式 也许你可以再提出来 基本上我的写法是这样 第一个 这应该都看得懂 这两行基本上就是 把它读进来 读到哪里呢 读到S里面 OK 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P的话是Position 就是你的那个 就是你那个位置从0开始 也就是从0开始找 OK 从0是从0开始找 然后呢 while找不到的意思就是 当他不等于 这个应该是当他不等于复义 指的是有找到 那个两个换行的位置的话 那就继续往下找 直到他是复义 复义的话意思说 往下没有了 他已经没有那个 就不用再往下存档 那接下来的话我需要做什么 斜档 斜档其实是这两行 我需要open一个档 那比较可能 比较有问题的是这个地方 S 指的是那一个字串里面的 第15个位置 跟第17个位置 前面为什么要P 因为你将来你三重找到了 那你往下中立 那他一定会增加位置 那位置实际上就是 你将来找到的换行的位置 往下再 有没有 其实我的算法是这样的 就是开启这个 这个档案里面的这个位置 比如说第一个是15 16 这两个位置 那再来的话 一样也是1516 不过他是在 这个两个换行之后的1516 所以那个P 实际上就是找到那个位置 再往下的1516 OK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吧 OK 往下哦 而且他会自动去往下 找到那个档名 那并且后面记得要串点tst 如果没有副档名的话 那将来他不会存成一个文字档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记得好像那时候我忘了 忘了把他副档名加上去 那变成了他没办法开启 那把他rise了 这个地方不用a哦 写出去 那应该right的范围就是从s p的话指的是开头 因为第一次一定是0 0到他找到的位置 就是这个范围的资料 怎么样 帮我把它储存到这个三重 所以这边应该三重 然后把它存一个档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往下找 往下找特别重要 这个p的话呢 他是目前找到的位置加2 因为两个换行嘛 所以我这边把它加2 让他从换行的那个两个换行的位置继续往后面帮我找 那往后找的话呢 就又丢一个p过来 所以p的话就往后找 然后找到又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一直到最后一个 那记得最后的话 你要加一行 这个f.close 因为如果你这个f.close没加的话 前面好像我们都没有close OK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最后会有个remove 那remove的话呢 如果说你没有把它close 它还在memo里面 所以如果没有close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把它remove OK 所以特别是这个 这个点close一定要加 那最后的话就分割完了 可能大概就这样而已 陈诗证没几行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把它再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就这一个嘛 那里面的话 它就是这个换行 两个确定一下没问题 那还有呢 我是建议这个可能要先把它关一下 不然的话多开 等一下它就没有close 可能就没办法删 执行一下 OK run一下 分割完成 那看一下它最后的结果 OK 那你会发现 刚刚好 25个 它又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OK 所以 今天的话就两只城市 一个是 把它 合并 一个是把它再分割出去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